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来到了第六个阶段 也就是第十一天的进食祷告 为着我们个人生活的成长和自我真知的部分 那每一个人的生命呢,都有它的价值 而你呢,就是上帝所创造的 所以呢,我们生命的价值 你生命的价值呢,不是透过世界 不是透过人事物 也不是透过你的成长的背景 乃是在上帝的手中 你的价值是在神的手中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有上帝赋予我们的价值 而上帝其实呢 他已经把各样的才干和能力呢 都分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就好像圣经里面呢 有说到这个三个仆人的比喻 这里说,他们各自得到一千、两千和五千的银子 是按着个人的才干所得到的分配 不管今天你是一千的、两千的、还是五千的 你是否有妥善的去运用上帝良给你的那一份呢 2022年,你是否有想过能够为上帝去开锁和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比如说,可能是拍摄 可能是学吉他 可能是学一期的音乐 也或者是剪片 OK,那么 甚至在我们个人的领导能力啦 沟通能力啦 或者是一些的管理能力上面 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更大的提升和成长的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 不认为我们自己能够拥有 这些方面的能力 或者是技巧 但是,你今天你要调整一个的思维 当你看到有需要 当你看到那个的环境 有这样的一个的需要 当你渴望呢 为神去完成一个更大的善功 更大的被神使用的时候呢 你为了上帝去学习 改变和自我提升 我们不要一直把我们生命的价值呢 常常困锁在 哦,我们能不能? 我们可不可以? 我好像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的技能 我好像不能够胜任这样的一个的任务 今天,你要换另外一个的角度去思考 上帝要怎么样帮助你去提升 上帝要看见你的生命要有怎么样的成长 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角度放在我们的身上 而是我们转向神的身上 你要把你的生命献给神 让神来使用你 那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呢 就是当我刚刚开始进入全时间服侍神的时候呢 坦白说,我也是以为我可能就是比较是 担任这些牧养的工作 但是呢,我也一直在想 我是一个没有管理能力的人 我是一个没有在做行政的这种的技巧 这种的恩赐和才干 可是呢,当下呢,在教会的成长的时候呢 却需要有人很全心的帮忙去处理很多教会的行政的任务 这些小组的 reporting的系统 所以那个的时候,我因为看见需要 我愿意把我自己献上给神 我跟神说,神啊,你使用我 你帮助我,你带领我 所以在那一个的阶段呢 我很多技巧,很多能力可能都没有 但是上帝会因为我们那颗献上的心 那颗单纯的心 神会给我们额外的能力 给我们这样的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和技巧呢 来完成神的善功 以至于现在除了我在牧养上 也一样的能够在教会里面 管理很多这些大小事物的行政的工作 所以呢,在这个的阶段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自我增值 怎么样在各方面去成长呢 第一,你要有不断努力的尝试和学习 在你这个的过程当中 你要一直不断的去寻找能够让你成长的机会 第二,坚持不放弃 可能路途,整个的路程不容易不简单 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 但是不要怕死,只怕你没有一颗坚持的心 第三,你要依靠神 你要寻求神的帮助 当你在开索一个新的技能 当你在提升一个服饰上一些的能力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用最好的态度去经营它 最好不是最好 反而更好会带领你去到最好 第四,你需要有属灵领袖或者是属灵同伴的支持 支持,祷告和鼓励 最后呢,各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到第二十四节 这里就有说到 无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去做 像是为主所做的,不是为人所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一定会从主耶稣基督那里 得着那一个的赏赐 你们应当服侍主耶稣基督 祝福你在2022年,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上帝所做的 上帝祝福你 多吉兰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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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